想要充业机却碰到了这样的恶意弃单的客人 嘉义市中心路有一家小吃店 在日前就被客人恶意弃单 店家控诉说 有一个男子晚餐时间到店里头订了1380元的餐点之后 他说要到附近买东西再回来取餐 店家不宜有他马上开始制作餐点 但是等了好久好久 男子都没有再回来 这下才发现可能被弃单了 现在店家只希望男子能出面道歉 否则就要报警处理 身穿黑衣的男子 走进小吃店画的菜单表示要外带 点了一堆东西 随后说要到附近买东西再来取餐 没想到却恶意弃单 再也没回来 让店家气炸了 可恶耶 我们一大早那么早就起来 森林这些东西 竟然是被你这样炸他 我们等了大概半个小时过 我跟我妈妈说他弃单了 妈妈 我妈妈跟我小朋友一直 不愿意接受他弃单这件事 事发在嘉义市中心路上的一家小吃店 老板是一名单亲妈妈 独立抚养孩子和母亲 他控诉九号晚上 由一名男顾客来到店里 点了三饱饭 邮寄片饭 猪排饭及小菜 总共一千三百八十元 餐点完成后 直到晚间八点多都没看到人 财经爵被弃单 情急之下只好上网PO文 将餐点转送弱势族群 附近民众得知消息 发挥爱心到店内卖走餐点 能帮忙就帮忙 因为我们也会遇到 离开的客人 我们只会先收钱 朋友跟大姐亲 店家现在只希望 期待的男顾客 这两天可以出面道歉 否则就会报警处理 逃回公道 记得 蔡崇乌 家宜报道